Hello 大家好 我是Jean Lee 李恆毅 Google Life為我準備了一個問卷調查 想知道我單戀的時候做過什麼 就馬上來看吧 我們將會列出九項單戀會做的事 到底Jean Lee做過多少項 平時外表乖乖的她 面對著喜歡的人又有多瘋狂呢 等一下 等他腹肌 秒回信息 當然有啦 當然有做過啦 這個是天天在電話旁邊 什麼時候有Online 什麼時候辣鮮 大家都做過啦 我們去看第二個 做蛋糕 煮東西 基本食物 我試過做蛋糕Cookie餅 煲湯也試過 這個夠簡單 我做這個啦 通常是這樣 第三個 寫情書心意卡 情書就應該沒有的 因為我也想保留一點矜持 哈哈哈哈 哎呀 我現在想起了 多謝你提醒我 哪三年做過的事 我做過一張 在演唱裡的票 但是那張票呢 是真的自己剪啦 寫啦 然後我是邀請她去看我一個表演的 就寫了日期 幾點 在哪裏 然後就誠意邀請她來看 哎呀 我原來很甜蜜 哈哈哈哈 哎呀 回憶了你 哎呀 我很開心啊 哎呀 哦 煲電話粥 這個也是我以前常常會做的事 來的 很喜歡說電話的 那你最長的一個電話粥 你猜一下 五六個小時 哈哈 太看小我了 最長是13個小時 哈哈哈哈 那你就會問我13個小時 說些什麼 還有中間有沒有評論 是沒有的 三餐都要 在吃東西都要說電話 然後洗澡 擦牙都要說電話 單戀對象都有聊電話 但是我會很緊張啊 沒有那麼長 對呀 會緊張 而且你也未必想讓她 聽到你洗澡的聲音 擦牙的聲音 好像不是那麼迷味 哈哈 FF偶像劇的情節 偶爾都會想起的 相似的東西就會 啊 我知道 所以就會 都會哭 常常看一些 偶像劇牙都會哭 因為情感上有共鳴 心宵一起聽歌喝酒 心宵一起聽歌 又沒有喝酒 因為我少喝酒 那我就喝茶 哈哈哈哈 我很記得有一次 就是跟她 和一班同學一起的 那我們就坐在旁邊 那樣 但是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不是很理其他人說的 我只是在乎她 因為真的很喜歡她 然後就喝著奶茶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哈哈 然後一直聊 真的聊到三四點 很晚的 然後她就有說 不如我們兩個去下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就 維持著那個單暖的情況 我就說不用了 哈哈哈哈 害怕我 哈哈哈哈 親手製作小禮物 有 試過做她喜歡吃的Cookie餅 也有 那她做完之後 然後就包得漂亮漂亮 這樣用很漂亮的瓶 進去 然後就 放在車頭上 然後走下去 就是想 看看她知不知是我 那如果她猜到 就是 我有一定的重要性 那她猜到嗎 猜到啊 幸好啊 其實我都等了幾天 然後過了幾天 她都跟我說 我當然知道是你送的 然後就 哇 好開心啊 下一個 是什麼人 跟她的朋友混熟 都會的 都會的 很想進去她的圈子裡 那她們出去的時候 就會叫我 好嗎 你認識多幾個她身邊的朋友 那就機會會多一點 孕育 速遞外賣 哎呀 你又勾起我的回憶了 你真壞啊 我真的有做過 現在想起了 我記得她在忙的時候 她就說很餓很餓 沒有時間吃的 我說你在哪裡 她就發了一個地址給我在這裡 在練歌 因為她都很喜歡音樂 然後我說 好 我去買外賣送商量給你們吃 那我真的買了一大堆東西 然後問你們那邊有多少個人 我有多少個人 我就買了其他人的 那份量 就送上去給她吃 你不知道照顧她 照顧她 照顧她和身邊的朋友 還有很多 那麼 是啊 要的 這些要做的 是啊 哎呀 你今天勾起我很多回憶 我本身忘記了 我真的有做過 這麼多東西 原來 我做什麼 請你不看 好啊 你現在單戀這個 師兄這件事都這麼簡單 哈哈哈哈 扔掉了 那件事 那他也知道 應該 如果有一天 他發給你 跟別人說話 已經分了你很久 你怎麼反應 這個是 假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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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因為現實心中 是不會發生的 這件事 對 首先 他不會聽中文 所以他一定不會知道 啊 除非你們下面有 翻譯 哈哈哈哈 我想 慢慢一步一步來 是可以 先聊一下電話 可以大家 先上當年一會 就是 那個時候 原來你是這樣 對啦 其實我其實是 是很喜歡你的 但是這樣 我覺得可以 了解 或者Catch Up 因為都很多年沒見 都可以 聊一下大家的近況 那之後 就 再看看 怎樣 哈哈 那些 或者是永遠 保持單戀的狀態 是最美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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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句子 推出完 噹噹之後 我想有一首歌 是大家可以 放在playlist裡面 一直loop都不覺得累的 一首歌 很肯定知道自己是想要一首R&B做 做second plug 滿足一下一群粉絲對我的期望 因為他們經常都跟我說 我想聽多些唱R&B 那我就 記住了這件事 所以在second plug 的時候 一次過滿足了這麼多的願望 可以做R&B 又可以 喜歡loop的一首歌 說多一點點 為什麼會是這一種的曲風 這一種其實是九十至二千年頭的R&B style 陪伴著我很多時光的一個階段的音樂 亦都是想帶大家回去一個大家都很青春的年代 加上這麼多不同的理念 就有這首歌的誕生 《單暖這件小事》的歌詞 這個題材 就是本身的demo 就是講一個全新的自己 I'm a new me Love makes a new me 我就在想 在愛情的世界裡面 在哪些情況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新的自己 大家有看我剛才的九件事 就會發現 原來Gin也有這一面 正正就是我想說的這件事 就是當你喜歡一個人 其實你會從中發掘一些 自己意想不到的一個新的面貌 很多人會覺得單暖很慘 是的 那是可以是苦劫的一件事 但是其實我們轉一個角度去看 你為他做很多事的時候 其實你都在發揮很多不同的創意 所以這首歌就是帶大家回去一個很單純 很甜蜜的一個過程 今次我把體力放在C3那裡 因為今次有很多造型 首先因為我知道這個demo 我很想很色彩的 透過不同的造型 不同造型的顏色 去帶出不同的感覺 然後我自己又很少試一些粉紫色 粉紅色、黃色、橙色 一些很甜蜜的顏色的衣服 我小時候是很男生頭的 我外出會被衣叫 兒子嗎? 真的會這樣 我會說什麼兒子? 我是女生來的 小時候是會這樣 你可以想像我是幾男生頭 所以我沒有試過穿一些很女生的衣服 一直都 去到這個MV 我知道我自己要有突破 還有要去嘗試 我也有點不知怎樣的呢 不管了 先試了 所以對我來說 我都覺得好玩和新鮮 原來都好像可以 我想說這個MV 裡面有很多都是我做過的東西 做蛋糕我真的做過 裏面的招式也是我小時候 真的有的 即是VCR有 很喜歡聽歌 又有Cassette帶 很喜歡錄下自己的唱歌 會聽 房間的擺設 例如粉紅色的鬧鐘 我真的有這個招式 很多這些都是很有共鳴 很貼近我的真實生活中的東西 除了我沒有試過割爛枕頭 弄得這麼亂 因為我很怕要收拾東西 我又很過癮 我在MV 其實我們開拍之前 我突然間要求這個照片 我就說 導演說 我們一會兒 房間裡有沒有枕頭 沒有枕頭的 你想怎樣 我說 不如我們找枕頭回來 我想 玩一下 羽毛 我覺得都挺為美 然後他說 嗯 好 然後馬上找人去買枕頭回來 然後就有了那個照片 是呀 plug呢 現在籌備當中 大家期待的同事都是我自己 非常之期待 因為我正在等份詞 歌已經有了 新的班底 新的監製 新的作曲人 第一次合作的 很好聽的一首歌 比較抒情的歌 大蝶也進行當中 都想回應大家 因為有些朋友說 我希望是大蝶 不要做EP 放心 我現在向著這個十首歌的目標進發 我努力當中的了 等我暫時說到這麼多 下次再想來和大家分享